小竹加鱼的刺身 VS金枪第一本乌曼达 一个认真寻找美味酒药的男人 你们还记得我那个在杭州生活的日本发小 杭州阿桑吗 他说杭州没有好吃的日料小馆 我不信 我觉得他就不想请我吃贵的 小日本的小心思 所以现在我要随便找一家小桌一下 主要为了喝两杯海巴 阿姨你好,杭州有好吃的日料吗 好吃的,你要吃什么 日料 吃米西亚吃什么 杭州阿桑可能没骗人 但我点名搜了一家,店名叫 鱼馋 走 这这么大 有Yarika的店还是不多的 这看着不错 你们今天松叶蟹火锅是多少钱 大力是398 我要一个游墨鱼刺身 安康鱼干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鱼干我们自己做的 来一个 海鲜太卷里面是什么 这就是三文鱼 一些白森鱼那些 我看图片是不是还有海胆 好像上面没有放的 你看 图 它那个不是海胆 那个是三文鱼 这不是黄的吗 黄的吗 对,那个是三文鱼 黄的三文鱼 你们说这是什么 接着点了一个318套餐 然后外加一些刺身 还有一个他们家自己做的安康鱼干 第一位高级整个嗨吧 安康鱼干 不错 他们家的安康鱼干做的挺绵密的 一吃就是自己做的 金枪鱼沙拉 这料这个这么吃不饱 其实咱们必须得吃饱 特别精致的那种精细的那可能吃过 老板是日本人 油墨鱼刺身 口感软糯厚味有一点甜 不错 肉特别厚实 煮烤的鲁鱼 这也是套餐里的 真挺好吃的 真不错这做的 这玩意必须得趁着吃 皮特别特别的脆 心不错 M9的瘦洗锅 蘸着蛋叶吃 小竹加鱼的刺身 骨头是炸的 小竹加鱼的刺身的肉感 比较松弛 然后比较软 还可以我觉得挺好吃的 来吧 瘦起烧 标准寿体烧的甜味 这也是套餐里的大虾天妇罗 葡萄牙传到日本 所以天妇罗这个名字是葡萄牙语 哇 可以 这大虾行啊 哎呀妈呀 哇 他们家这鹅干 看多厚实 一口闷 太香了 太香了 再来俩海胆寿司吧 海胆寿司 海胆挺浓郁的啊 不错 来 真挺好吃 咱们把这些吃完啊 一会儿再点一点那种小下酒菜 炸鸭针 炸鸡软骨 就是膝盖那块的骨头 撒了一点芝士粉 还挺特别的这味道 我觉得再擦点盐就更好 半熟牛肉 看着不错啊 我发现他们家喜欢用这个辣萝卜泥 爽口 金枪鱼泥卷 颜色看着不错啊 很肥啊 我突然发现今天拍的店啊 就是在我上次拍的这个羊炉的旁边 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了 好吃的今天怎么样 阿桑怎么样 你还说杭州没有好吃的日料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 因为它是鱼料理为主嘛 所以价格呢 比普通的居酒屋也稍微贵点 总体来说是挺好的 那今儿马上就这样吧 大家记住年轻的时候啊 工作努力可能不会马上被认可 不会马上出成绩 但是只要是你觉得对的事 正确的路 就一定要走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不开心 很多不如意 但是都不要放在心中 因为对于你的长远的人生来说 你的健康 家人的健康 朋友的健康 是永远的最重要的 好吧 那还是那句话啊 明天的你是全新的你自己 晚安